大家都最近关注到了俄乌的 之间发生的武装的冲突 或者是战争 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 外交部门已经做了充分的阐授 我们的国际政策是一贯的 就这个金融制裁来说 我们是不赞成的 特别是不赞成这种单边发起的制裁 因为它起到的作用也效果不好 而且在法理上也没有多少依据的 我们不会参加这样的制裁 而且我们和相关的各方 我们继续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和金融往来 就这种制裁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现在看来还不是太明显 还需要观察 但是总体上我们觉得 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经济和金融都非常稳健 韧性很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